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昨天在北京列席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后返回香港 于当晚8点30分率特区政府多位司长、局长以及行政会议成员会见传媒 她表示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和外国投资者利益 林郑月娥指出国家安全是每个国家和地方的头等大事 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应该正面看待本次立法工作 由于香港目前面临的国家安全局势日漸、日趋严峻 而特区的行政和立法机关难以在一段可见的时间里面 自行完成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 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全国人大从国家的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林郑月娥表示 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外国投资者依法或保障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 会令香港成为更安全、更稳定的城市 有利加强营商信心 是不会影响一国两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的方针在香港的实施 它也不会改变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和法律制度 以及外国投资者在香港得到依法保护的利益 立法的工作让特区政府可以有效地依法防范和压制 危害国家安全和组织恐怖主义破坏的行为和活动 这个工作也都不会影响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行权利和自由 东方博士记者于华张运香港报道